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时了 人生百年几今日 今日不为真可惜 若言孤待明朝至 明朝又有明朝事 为君辽父今日事 努力请从今日事 今日过了又是今日 今日能有多少呢 今天又没做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何时才能完成呢 忍着一生啊 百年里能有几个今日 今日不做事情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你说姑且等到明天到了再去做吧 但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啊 现在 我为诸位写下这首《今日诗》 请从今日就开始努力吧 这首《今日诗》 同学们一定都很熟悉了 但是诗的作者 你也许就未必知道了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 因为写这首诗的人 并不像是我们熟悉的李白 杜甫 孟浩然一样的诗人 而是一名大画家 不可思议吧 一个画家写出的诗 居然也能像诗仙诗圣的作品一样流传千古 真是多才多艺啊 好了 言归正传 这首诗的作者叫文家 是长州 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的一名大画家 在明朝 苏州出了很多杰出的画家 你在看电视电影的时候 听说过四大才子吗 这四大才子也叫无门四大才子 才华横溢 风流倜傥 分别是唐伯虎 柱之山 文征明 徐真青 他们几个就都是苏州人 你也许不耐烦了 不是说今日诗吗 干嘛要讲四大才子 其实啊 今日诗的作者文家 就是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的儿子 继承了老爸的一身文艺细胞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进取 难怪能写出这么快智人口的诗歌呢 古往今来 诗人们给世界留下的印象 更多的是伤春悲秋的文人形象 但其实他们也过着日常的生活 有着与凡人意义的烦恼和悲哀 你看 他们留下了大量的诗作 劝人们珍惜时间 恐怕在写诗之时 诗人们也在后悔一些 没来得及做的事情吧 大文豪文家创作这首诗时 是什么情形 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了 但我想 他一定吃过浪费时间的苦头吧 如果没有切身的体会 怎么会把这种时光逝去的 追悔莫及描写的如此形象呢 相传 除了今日诗 他还写了一首类似的诗 昨日歌 当然 也有人觉得 这首诗是后来人做的 不过 欣赏一下这首诗也无妨 昨日歌 昨日西昨日 昨日和其好 昨日过去了 今日吐懊恼 世人淡知悔昨日 不知今日又过了 水去日日流 花落日日少 成事立业在今朝 莫待明朝 悔今朝 许多流传千古 被后人传送的诗歌 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简洁易懂 今日歌就是其中的典范 他明白小唱 却又直击人心 相信与作者感同身受的人 太多了 读后简直让人惊呼 这不就是我吗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来一起细细品味这首小诗 体会作者的心路历程吧 我们的大文豪文家 看来是一个性情豪放洒脱的人 一点都不搅柔造作 上来就发出了自己的感慨 今天 今天 你以为今天有很多吗 一年有365个日子 十年就是3650个 而一生有多少个十年呢 什么 你说有两三万个今天 不缺这一天 好吧 接着听 今日又不为 此事何时了 是啊 日子有很多 但是你总是要做事情 可能是学习 可能是工作 比如说 假期作业吧 一天没做 三天没做 一周又没做 眼看假期嗖嗖的过去了 作业什么时候写完呢 这下 你的几万个今日 还有用吗 人生百年 几今日 今日不为 真可惜 看 我们都算过 你有多少个今日了 就算你能活到一百岁 也只有三万六千五百个今日 如果扣掉休息 吃饭睡觉的时间 还剩多少个完整的今日 今天不做事情 是不是太可惜了 若言孤待明朝之 明朝又有明朝事 为君辽赴今日诗 努力请从 今日诗 这几句诗所表达的 我们其实非常熟悉 今天好累啊 我明天再写作文吧 今天天气不好 明天我再去锻炼好了 这种话 你有没有说过 看起来很有道理 但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 如果占用了明天的时间 你又要用什么偿还呢 所以 别再向明天借时间了 要努力 就从今天做起吧 每读一遍时 心里总会有很多感慨 那些自己浪费的时间 那些没能做完的事情 都伴着羞愧 重回脑海中 当然了 还有那些许下 但没有时间的诺言 我明天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浪费时间 下决心是一回事 做到却是另一回事 要想摆脱拖延这个魔咒 只有像这首 今日歌所说的 不只要想 还要做 现在 就动手努力起来吧 最后 我们再来读一遍 这首句句金玉良言的诗吧 希望在每一次的朗读中 你都能坚定一点点 进步一小步 今日歌 明文家 今日复今日 今日何其少 今日又不为 此事何时了 这里是阅读中国 我是阅读大使孙朝风 我们下期再见 明文家